了解立院游戏规则后 就要来收看立伟上场打球啦 新闻上播放立伟把行政首长骂到臭头的画面 你一定不会陌生 这些常常是从一个叫做IVOD的视讯系统剪辑出来的 可以把它想象成立法院自己经营的YouTube网站 这个IVOD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前规则呢 为什么常常有黑画面蓝画面的传言 今天就让阿曹老师来说给你听 IVOD是虾米 IVOD全名叫做立法院议事转播网络多媒体随选视讯系统 有当日会议直播与过去开会时的影音记录 包含院会与八个委员会 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开放政府 资讯透明是监督的第一步 人民授权立委代替我们监督行政机关 但谁来监督立委呢 当然是公民当自强 国会才会嘟嘟好 监督的第一步 就是公民之眼看得见立委在做什么 当立委们有感公民透过IVOD收看直播 当然皮会绷紧一点 在选民面前力求表现 不过也有例外 了解完IVOD的功能就洗洗睡了吗 No 让阿曹先说三个睡前小故事给你听 Story 1 黑画面 蓝画面 立法院设备怎么常常被故障 318占领立法院行动 张庆中30秒福茂审查 IVOD画面始终都显示 会议尚未开始 立法院又袖抖了吗 还是被国防部盖台了呢 这就要特别提到立法院内规 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规则 第二条写着 影像之拍摄因不及国会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立法院内发生冲突时 画面都会切成蓝画面 这也是为什么阿曹常常拿着摄影机 自己进去立法院直播啦 而这些内规常常增加民众监督立法院的难度 是的 你没听错 IVOD除了会出现完全没有画面的黑画面外 还会在会议进行到协商阶段时变成蓝画面 但保留现场收音 从Live谈话节目应声声切成广播radio 努力的公民们只能勤练听力 听音变立伪来判断立伪再攻虾米 Story 2 平宽不足 卧槽自己转播 近年几个重要法案在立院的工坊 吸引了越来越多网友观看 但也因此而发现了IVOD的平宽不足 数百人同时在线收看便会GG 于是卧槽开始进行分流 聊天室还可以一起边骂边看比较不无聊 可可 也欢迎大家上来国会无双聊天室找阿草聊天 Story 3 重生吧 立伍我海你原型 IVOD在直播时候只会录台上的发言内容 台下在抗议什么 立伍怎么私下交头接耳 甚至缺席没来 这些因IVOD的限制都无法看到 要全面了解立伍们的角力battle 还需朝更公开透明的方向推进 人民才有方便的工具轻松监督 三个故事落落长讲完了 IVOD不是台湾独创 甚至还远远落后 而其他国家如何落实国会透明的精神呢 台湾的IVOD是在2009年上线 但除了立院转播之外 还有一项国会透明的指标 就是国会频道 这是台湾到目前都尚未落实的里程碑 美、日、德、英、法在1990年代就已经落实 与我们相近的南韩 在2005年就已开始在电视及网路上 全程及时转播国会议事 台湾国会频道的相关修法 2013年在立法院议读过后就被已读不回了 迟迟不见下一步 因此我们要相信监督救世力量 呼吁更多人一起收看直播 阿草邀请大家一起 一天一分钟 国会嘟嘟好 我们下集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